哈喽,你们好,我叫周紫祥,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今年是我来到美国的第四年了,也是我硕士的第一年,我的前三年也是在UCSD读过的,在这里读的本科。 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工程,然后主攻方向是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因为我个人对这两个方面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至于我这个TA的申请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已经非常的激动了,就是我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 在异国他乡,去把我前18年所学到的所有关于汉语,中国文化,这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能够传授一点皮毛给我的学生,就是给不同国家,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这些学生们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非常荣幸,能够把我家乡的文化带到这里来。 我本人呢,是有过一些教学经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是担任了SAT2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老师的,因为我本人理科是比较突出嘛,所以我本人是担任了这些科目的老师。 我的学生当时一共是有16个人,然后他们在最后的SAT2的考试中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最低的单向得分也是有780分,这也是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吧,也算是对我教学的一种认可。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能够把我所掌握的东西,我所了解的东西,去能够一字不差的去能传授给我的学生们的。 就是我能够教会他们这些东西,并让他们真的就是学会这种东西,而不是课本上的东西。 就是让他们真正的掌握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教学就是非常有成果。 然后我感觉经历了这四年在美国的生活吧,我感觉我也是非常能够跟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国籍种族的人能够很好的交流的。 举个例子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是住的学校的宿舍嘛,我的室友有美国人,有越南一美国人,有韩国人,有中国人。 在这样一个就是非常多元化的环境,多元化的环境下,我们当时相处的是非常融洽。 就我们能够在跟彼此非常好的沟通,我们文化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很好的生活在一起。 我想在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应该都是能够和不同文化的人很好的来交流的。 然后我本人呢又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我很喜欢给就是我的客友们讲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 就因为我理解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啊,就是我的学习能力可能比较强。 就是在我学会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去分享给大家这些东西的。 之前在不管在Piazza这种论坛上,还是在就是课下我们客友的讨论中, 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帮助大家,去让他们了解这些知识。 我想我如果作为一个TA的话,我能够会更好的帮助大家这些东西的。 特别是传授一些我本已非常熟悉以及非常了解的东西。 汉字的发音,汉字的拼写,笔画,什么这种东西的话,我是非常的熟悉以及了解的。 毕竟是我耳濡目染了18年的成果,所以我对这个职位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的自我介绍大概就到这里了吧,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